各位好 我们今天就开始直播了 我们这个是第九讲 第九讲是讲维特根斯坦 关于私人语言的顿正 到下一周 我们基本就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这一次讲的内容 包括这五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维特根斯坦 他为什么反对私人语言 实际上是要反对 近代以来主流哲学 对语言问题上的误解 然后第二个他就要定义 私人语言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他是指向私有感觉 个体的那种内心感觉的 但是其实私人语言是不可交流的 换言之 私人语言 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种语言 也就是说在维特根斯坦这里 不存在私人语言 第三当然要区分私人语言 和个人独白 一个小孩在自己玩玩具的时候 嘴里嘟嘟嘟嘟嘟的 这个东西是个人独白 但是个人独白其实是可以交流的 比如说父母可能会理解 孩子到底说的是什么 他跟私人语言不是一回事 然后后面我们还是要说 普通语言是可以说出私人感觉的 就我们很多的感觉 确实也需要表达出来 但是这仅仅是感觉的表达 并不是感觉的描述 这个分得非常细 我们搞哲学 或者进行哲学思考 一定要对这种语词的微妙差别 要有一种精细化的 一种明讲和分界 最后我们会借助一些思想实验 来讨论一下他人经验与撒谎的问题 因为私人语言不可交流 或者我们所表达出来的 并不是内心真正的东西 这就为人的这种撒谎留下脑衣地 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看近代以来 在语言问题上的哲学病 那么我们前面一直在说话 就是维托根斯坦 他的后期的语言观 就是反对主流哲学的关于语言是指称的一种看法 就是说我们的语言总是要指向某种对象 那么在私人语言这个层面 其实他就是把语言也是要指向某种东西 不过这个指向 它并不是指向外在的事物 比如说我说杯子 我一定会指向外在事物的一个杯子的 它恰好是指向你的内在的心理过程 他就认为了内在的心理过程 主流哲学近代以来 基本都认为 这种内在的心理过程是 哲学研究的一种出发点 出发点 就是因为认识是从我展开的 对吧 比如说包括康德 他的那种鲜艳统绝 就是也是认识的一个起点 那么这是从谁开始的呢 严格来说是笛卡尔开始的 那么笛卡尔他就试图为哲学 寻找一个阿基米的点 就是一个支点 就是确定性的一个支撑 我们下节课就要讲确定性的问题 那么还会继续说笛卡尔 那这里我们说笛卡尔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叫做我是故我在 这个命题可以说是识破今天的命题 甚至有人这么评价 我们说这个整个西方的哲学 都是波拉图的注脚 就是说在波拉图之后 你会发现太阳底下没心事 好像就没有心动性了 这个直到笛卡尔出现 提出我是故我在 整个哲学的面貌 完全就他的问题意识 各方面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吧 那么笛卡尔的这个我是故我在呢 从这个语言认识的角度 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个就是他就认为了 我存在一种精神的实体 我本身就是一个思维体 因为没有思维我就不存在 是吧 这是笛卡尔所说的 就是他说 我是故在说明 有两种实体 第一种是思维体 第二种是那种就是广延体 实际上就是空间当中存在的这种事物 空间中存在的事物呢 它是有能占据空间的 有大小的 是吧 可以触摸的等等等等 但是呢 我是这个思维体了 它是一个精神实体 它不可触摸 但是这里的关键是什么 它是个实体 就是说它把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 或者心理性的东西呢 给它把握为一种实体 这恰好是维特根斯坦要反对的 有没有这个实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当然就是 我们作为思维的存在 是可以把握的 而且是可靠 最可靠的知识 就是说外在的这种物质体 它们也存在 但是并不可靠 它是通过感性经验 所把握的 但是那思维体呢 是把一切的怀疑都弃出以后 留下的不可怀疑的东西 所以它是最可靠的知识 笛卡尔就是要确认 我们科学是有一种 最可靠的东西作为支撑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那我怎么会认识到我自己 或者我怎么能够把握 我的内在的心灵 它是通过反思 就是确实 这就是一种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不是靠直觉 而是靠认证靠反思 我们看笛卡尔的第一哲学陈思级 它里面就是如何去逐渐地推导出 我是故我在的 它有很多的思想实验 有很多的论证 然后它通过反思之后 它也相信 就能够把握到 我是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这个笛卡尔的一个经典的认识 那这个认识呢 当然是说 真正的语言是跟人的心理 是密切相关 人是可以把握他的心理的 心理本身是一种实体 然后呢 与笛卡尔相对照的是 近代以来的另外一个 伟大的哲学家 他叫诺克 是吧 那么在诺克的哲学当中呢 我们知道他更是认为 认识就是一种感官 比如说他也提出什么白纸说呢 但是不管怎么 就是心理是一个白纸 我们写下的东西 就印在心理里面 当然有第一性知识 有第二性知识等等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 诺克是明确地 把这种语词 与内在的心理过程 是联系起来的 就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 就是我们的认识是 认识的并不是 直接的外在的实体 不是的 我们认识的是一种观念 就外在的实体 反映在我们内心的观念 或者表象 这是诺克的意思 所以人们能够自觉地 把字词和自己的内在观念 是联系起来的 人们不但意识到 自己有这些观念 而且可以借助别人的 言辞和动作 能够推知别人 意有这些观念 这个也是 迪卡尔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 是的 你说我思 是出发点 那我怎么知道别人在思 以及我怎么知道 我的思跟别人的思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诺克的方式 就觉得 可以这个 还是一种经验意义上的 一种推知 推测 这是诺克 然后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现象学家 胡塞 就是 那么胡塞尔的现象学呢 更是一种叫做意识现象学 尽管他是反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的 但是呢 胡塞尔的现象学 无疑是把人的这种心理过程 看作是语词意义的来源 就是一方面 他说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用 用这个演讲的方式呢 用录音录像的方式呢 用写在本质上的笔记的方式呢 这些只是表达式的一种外在的层面 就可感知的物理的层面 但这些声音或者痕迹 是吧 这些符号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是由内在的意识结构所决定的 所以胡塞尔的 比如说他的这种现象学 他包括提出为什么要还原 就是要清理这种意识的 这些认知的窗户 我们这些意识认知外在世界的东西 都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经验的 心理的 自然的东西所污染了 我们要给他清理窗户 你才能够把外面看得更清楚 是吧 就把那些无关的东西 杂志的东西都给他选择起来 对吧 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观念地 去指向某个对象 所以胡塞尔他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命题 就是意象性 就是所有的意识都是有某种对象的 不管这个对象是真是假不重要 重要的是意识一定有意识指向的对象 只不过很多时候 我们的意识跟对象所联系起来的那种意义 并没有得到充实 那怎么会充实呢 就是我们通过现实填充 比如说我很确认的 从各个角度都看清了一个房子 我对它既有一种直观的一种体验 那么意义就得到了充实 这时候的意义就是从 相当于它解决了迪卡尔的事情 就是从内心的这种思维体 如何走向外在的物质体的这么一种问题 就是意象性 它的一种指向 就能够与现实发生这个关联 当然了 胡塞尔的这个意义理论呢 很显然它是一个主体负义的 这一点它受到康德很大的影响 也就具有唯我论的色彩 那这种唯我论当然会导致一种 这个意义的主观性了 就是说如果每个人 他对词汇都赋予特殊的意义 那语言的公共性 语言的交流功能可能就丧失 但胡塞尔这些在他的理论框架下 都解决了 他提出了这个交互主体性的一个设想 就是他为了使语言能够相互交流 设定了一个鲜艳的这种我 并借助鲜艳的我去统设其他的我 构成了一种 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 都是目的 就是交互主体性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 都是一种目的性存在 实际上它是一个大我 这个大我其实也就是鲜艳的我 也就是意识体 也就是世界本身 这个是我们讲现象学也讲过的 但是中间非常有意思 总之它是强调交互主体性的 就是能够构成了一种 用维特根萨这里的理解 就是语言的这种公共性 公共性 好 现在我们再看罗素 那其实呢 维特根斯坦提出这个私人语言呢 他直接的把字是针对罗素的 是吧 我们知道罗素他认为了 他说语词是可以用来表达 感情思想或者去影响他人的 那语言呢 虽然它是与共同的感觉有关 这是我们的语言可交流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语言主要是与个人的感觉相关 就是他说语言是个人把自己的感觉 与人所共知的符号联系起来而形成的 那么在使用这些共同的语言符号的时候呢 那个人的感觉呢 必然会有所损失 有不够准确的地方 可是没有个人的感觉呢 字词的意义就无法被真正的理解 那么所以说罗素最后就认为 那我们如何去把握字词的意义 那传统的定义方式就是 比如说数加总差呢 就从一个词的定义 推展到更上一层的 或者更根本的一个语词 就是要借助其他的词去理解 我想要理解的这个词这种方法 但是呢 那指物定义就是指 我们不需要借助其他的一种 更上一级的一种词汇 去理解下一级的词汇了 是吧 比如说人是动物 动物就是比人更上一级的动物 我成功我是人 那人又是比我更高一级的一个定义 是吧 那这个定义就会走向无限循环 无限倒退 没完没了 所以罗素推到最后就说 一定会有一个最简单的 没有任何终结的东西 是吧 这叫指物定义 比如说小孩吃了一口热得烫嘴的牛奶 然后你就说一声热或者烫 从此呢 这个小孩就会牢固的记住这个词的意义 对吧 所以理词的意义就是对主体产生刺激的东西 那这种意义就是靠 语次与主体的内在感觉之间 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联系 而形成的 这可以说就是罗素的这个所谓的亲知理论 包括他的魔状词 推到最后就是连烫都不用 就直接叫指物 就直接指这个 那个 这才是 就是说是最简单 最直接 最没有受污染的 最理想的词汇 是吧 所有东西能不能还原到魔状词 是吧 所以他说我们关于自身感觉的经验 就是一种最直接的一种知识 直接的这或者纳了 对吧 而且这种感觉经验的知识 它跟别人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是不一样 罗素反而认为 他说这种感觉经验本身 感觉的知识是最可靠的知识 因为它是由感觉经验的存在 来直接保证的 这是确实是从理论的自言其说层面 还是比较彻底的 但是问题是呢 这种直接性的原则呢 他并不能够把 关于感觉经验的知识 就归属给他 就是我直接是指不定义 对我来说就直接 这或者那 我自己就完全的知道了 没有任何终结 但是其他人呢 其他人他不可能以一种 直接的方式去知道 我的感觉经验 所以罗素的这个理论呢 最后推过去 就会推出一种 感觉经验的这种私人性 就是如果感觉材料都是私人的 他人不可能拥有我的感觉材料 比如说我现在内心 感觉我刚才喝了一口咖啡 我的感觉是什么状态 那只有我最清楚 别人是不可能 拥有我的这种感觉材料 也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我描述 我说这咖啡真好喝 但是好在哪里 我说好爽 爽在哪里 爽得我这个这个 庆人心脾 什么叫做庆人心脾 我说一半天 我自己其实都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再喝一口 是吧 可是呢 别人还是不知道我 我到底好 这个咖啡对我来说是什么感觉 别人还是没办法去直接的 知道 所以那这样一来 这个语言就很难具有 可交流特点 是吧 所以罗素的理论 就会有一种内在矛盾 所以维德根斯坦 其实主要就是针对 罗素的理论 当然也是整个针对 这个西方的 传统的一种 语言上的一种 语言与心理 语言可以直接认识心理关系 或者指称心理过程的 这么一种主流 提出一个挑战 是吧 他就把这些东西都批判为叫做 私人语言了 所以呢 把词汇的意义 与主体的内在经验 或者内在的心理过程 联系起来了 这是长期以来 哲学当中的基本的趋向 并且呢 在哲学范围之外 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是每个人的感觉经验 是不同的 是吧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看见 外在的事物 就是我们假定 其实维德康萨也反对 只物定义 是吧 但不是说反对 他认为只物定义 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 比如说我教孩子 认识东西 我执着一个杯子 说这是杯子 没问题 外在的对象 在一定语言游戏的范围内 我们可以进行 通过命名这些事物 就是指称这个事物 可是我们内在的心理感受 我怎么去命名它 但是呢 我们刚才概括的 传统的许多的哲学家 对此都是肯定的 就认为 我就是可以把握 我的内在的一种经验 是吧 但是维德康萨 他就认为 你这些都是叫做 不可交流的私人语言 这是一种 根深蒂固的错误 那么根据维德康萨的总结 这种私人语言观 就维德康萨本人 当然是不赞同这种私人语言观 但他概括出来 这种私人语言观 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或者含义 首先呢 这种私人语言观 他认为了 存在一个心理的领域 就是 就是笛卡尔典型说的 是吧 我们不只有一个实在的领域 就是外在的 物理对象的领域 这个对象领域 我看到什么 我摸到什么 这个实实在在的 是吧 就是一种物理领域 他就认为 我们内心的心理领域 也包含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不过他的实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跟外在事物的实在的存在方式 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但是我必须要认定 我们的心里 总是有某些东西在发生 比如说我在思考 想象 相信 相信 思念 回忆 理解 这些心理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种心理状态都相当于一种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讲课 我边讲课边在思考 我确实似乎 我是能够感觉到 我的脑子里面在飞速的运转 我有思考的过程 是吧 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突然失眠了 我就会回忆到我的一个逝去的亲人 我确实也是能够感觉到 我在回忆我的亲人的那种心理感受 跟我在思考某个哲学问题的心理感受 当然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传统的这个哲学 可能就妄文生意 就此就理解说 就有一个像物理的东西一样存在的心理的东西 可是这种心理的东西很显然 它跟物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物理的东西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 而心理的东西呢 只对拥有这种感觉的人开放 就只有我能感觉到我在想啥 对吧 但是他们承认感觉的确可以被拥有 就像人拥有某种东西一样 尽管它只能被私人拥有 尽管它是私有的产权 但是它总之是一种拥有的 它是心灵领域的一个东西 这是私人与人观点的一个地点 第二点 他认为民就是在词与物的关系上 他认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与之总是指向某种外在对务事物 那胡萨尔也说 异象性总是指向某种对象的 同样 因此我们说出来的东西的名称 一定会指向某种东西 只不过在这里 它指向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过程 是吧 那么 就是我 肯定是有所指的 我的心理过程是有所指的 比如说我要知道痛的含义 我说了一个语词叫做痛 痛是一个语言 但是痛的含义是什么 我就知道痛总代表某种东西 它代表这是什么 代表我曾经感受过的东西 我曾经感受过的东西是什么 我曾经跌脑一跤 我的腿很疼 很痛 就是我必须曾经痛过 我就能知道痛是什么一回事 意义就是指向心里的某种对象的感受 同样一个盲人 他可能也听说 我们都在谈论什么是红色 什么是红色 但是他还是不知道 他甚至也能够用红色 但他就是不知道红色的含义 因为他不能把红色这个词 与自己的某种感觉联系起来 他没办法有这种感觉 是吧 所以盲人实际上 他意思就是说不出红色 这显然是维德根斯兰会反对的 待会儿要说 所以他认为了 只有就是这种传统的四人语言观认为 只有通过指物定义的方式 就是每一种语词都会对应某种对象的方式 把内在的心理过程的某种状态 与相应词汇联系起来 我们才知道这个词汇的意义 才会使用这个词 就是比如说我要使用红色这个词 他意思是盲人就不知道如何使用红色这个词 但事实上盲人是知道如何使用红色这个词 他内心对红色到底有没有感觉 其实在他通过红色这个词与人交流 问题不大 所以这是维德根斯兰跟他们的一个重要差别 传统的就认为 如果从来没有疼痛过 我就不知道如何使用疼痛这个词 如果我从来没有思考过 我就从来不会使用思考这个词 所以这些联系 我的语字跟心理对象的联系 就储存在我的记忆库里面 我以后使用这个词 就是把这些记忆的东西给它调动起来 这是第二个理解 第三个理解就是 认为我的感觉经验 是我自己切身知道的 但其他人只能推测 但它是想说明的是 我的感觉经验的一种确实性 确定性 就是我可以怀疑一切 但是我确实不能怀疑自己的痛 我关于自己的经验的知识 是最必然的 是不可错的 是吧 所以当你说我有痛 但我又不知道这是否是痛 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 我痛的说法 就是对我的内心过程的 一种直接的描述 而与我外在的行为没有关系 所以他想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 其实为了跟上这个 我们可能来不及讲 就是 他是讲内在过程 跟外在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但传统的这些哲学家 大部分认为 内在过程是外在行为的原因 我有某种 这种内在的一种心理过程 我才能反映外在行为 是吧 在这里是这样 那么因此按照 私人语言的一种观念 就是内在的和外在的东西 本质上是无关的 是吧 就是我们的对在过程 是独立于我们的外在行为的 就是他是外在行为原因 但他又是独立于外在行为的 就是这两者之间 你不能给他画等号 你不能说 当然我后面要讲 维特根斯坦 也不是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者 行为主义者就是说 通过行为就知道你的思想 或者我现在跟一个人交流 他说话 跟我一模一样 我就说他不是机器人 对吧 你的心理过程怎么样 并不重要 但是主流的观点认为 心理过程是最重要的 内在过程是一个独立的 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 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他要表达的意思 最后 就是我跟他的关系 最后就是讲 知识必然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关于他人心理过程的知识 没有必然性 而仅仅是推测 其实他想说的是 内在的东西才是可靠的 外在的东西不可靠 所以别人只是观察我的行为 来推测我的内在的过程 是吧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我们和我们最后一节要讲 是吧 就今天的最后一小节 就我们的行为和话语 是可以撒谎的 可以把内在过程 演示出来 那么传统的这个 私人语言关系会认为 他人的内在过程的知识 是一种豁然的 不确定性的知识 就我能够知道我自己 但我不能够清楚知道他人 但即使我知道他人 可能这样的知道 那仅仅是一种什么 不确定性的一种知道 是一种豁然性的知道 那么照这样看来 其实 那知识的统一性 知识的普遍性 就有点麻烦了 哪怕从笛卡尔的视角 是的 笛卡尔你能确认 我私故我在 从我出发 但是呢 我们的私呢 我的私能够代表 能不能代表我们的私 能不能代表一种 集体的共有的知识 这个笛卡尔也 很难去肯定的 所以你会发现 传统上 他们在寻找一种 心理的一种确定性 把知识找到一种基点 可是那最后的结果 反而会导致 哲学上的怀疑论 不可知论和唯有论 关于怀疑论这一点 我们下一节课 讲确定性要讲 也包括不可知论 也包括唯有论 这些都是 维特根斯坦 他进行了专门的批判的 这是维特根斯坦总结的 现在我们再来具体的看 这个私人语言观的具体的内涵 或者它的具体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私人语言 它首先肯定是指称私有感觉的 但更重要的特点是 它不可交流 这是跟别的语言不一样 就是说维特根斯坦 他所说的私人语言 就是一般的无人理解的声音 就是它并不是一般的无人理解的声音 而是指那种 个体用来指称自己的 直接的私人感觉的词汇 或者句子 是吧 这些句子呢 是其他人都不懂 但是我似乎只有我自己懂的 这么一种声音 这就是它所谓的私人语言 那么这里面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就是私人语言是个人 他用某种符号来指称 或者标志自己的私有感觉的 尤其是用指物定义的方式 是标志自己的私有感觉 就是他把私有感觉 当作私人所拥有的某种东西 我的回忆 我的疼痛的感受 然后呢 我就能够用痛这个词 去直接的指称 我的真正的痛的感受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认为这个语言 是可以直接指称 我的私有感觉的 是吧 当然这样的符号 事实上只有我自己能理解 其他人根本没办法理解 我发出某种声音 是吧 我痛 但是别人知道我痛是怎么回事吗 很难 如果在私有语言的一种角度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维特斯根斯特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段落 他在哲学研究的第243节 他说 一个人可以鼓励自己 可以对自己下命令 可以服从自己 责备自己 惩罚自己 对自己提问 和对之做出回答 大家可能都干过这种事 是吧 我们甚至能够想象 一个人只能进行独白 是吧 我们知道罗兰巴特 就写过一本重要的文艺评论作品 叫做SJ 是吧 就是讲个人的这种异语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人的活动就伴随着所谓的 我们就经常说的叫自言自语 但是坎维特跟上说 对于这种自言自语的 一个观察他们 并且倾听他们言语的研究者 可能会把他们的语言 翻译成我们的语言 好 这边我要说了 就是他的这一节的第一自然段 这个自然段我们待会要讲 其实讲的是个人独白 而不是私人语言 也就是个人独白了 尽管是你个人独白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如果想要理解 我是能够理解 但是私人语言是别人 怎么都不肯理解的 这是他第二自然代表说的 就是私人语言就是 我想要用某种语言 直接地写出我的内在的体验 以供我个人使用 但是我就没办法 用日常的语言去这么做 因为这种语言 它指的只是 我说话的人所知道的东西 是我的直接的私人感觉 因此私人语言是 另外一个人 压根就不可能懂得语言 这跟个人独白 不是一回事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两段话当中 第一段 他所陈述的并不是私人语言 而是个人独白 第二段才是讲到私人语言 那么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 私人语言之所以 不具有可交流的特点 不仅是因为这种语言 他指称的是 其他人所不能了解的 私人感觉 而且还因为这种语言 他无法具有定义上的一致性 和判断上的一致性 怎么讲 我们首先看定义上的一致性 就是我们不可能按照通常定义词汇的方式 给私人语言的词汇下定义 更不可能形成普遍的一致的定义 比如说就拿出我痛这个词来说 你怎么能定义我的痛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办法定义 每个人的痛 我是不知道的 完全是私人的感觉 是吧 是的 表面上我们可以用某种符号 标志自己的私有感觉 但是既然个人的感觉只有自己才知道 而其他人只能推测 那么即使人们用相同的符号 表示某种感觉 比如说我们都在说我痛这个词 但是我们根本就不能保证 人们对我痛这个符号的定义是一致的 同样的符号可以用来标志不同的东西 就是我说的当然是在私人语言的层面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 私有经验的最关键的一点 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范本 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典型的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没有我痛这么一个东西 维特根斯坦完全是否认的 是吧 而且没有人知道究竟其他人有的 也是这个还是另外的东西 就是我即便我有我痛这个范本 我知道我痛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痛 跟我的痛是不是一回事的痛 对吧 所以他说这种假设是可能的 尽管无从证实 人类的一部分对红有一种感觉 而另一部分人对红却有另外一种感觉 这种可能是有的 具有的 对吧 这就是私人语言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都在说红色 但是红色的感觉是 只具有这种感觉的个人才知道 因此人们也就没有关于红色语词的一致定义 就纯粹你要说这种感觉的话 你就说其实我们平时当然可以在共同的语词游戏的层面 使用红色 盲人也会使用红色 但是你如果非要说红色就是指向红色的感觉 对不起 没有这种红色 因为不可能有这种定义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这意思没有 不仅如此 即使是同一个人 他的记忆当中的感觉印象 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即使是一致的 他自己也无法用任何的方式来证实这种一致性 他不能把昨天的痛的感觉和今天的痛的感觉直观地加以比较 其实味觉嗅觉 触觉都是一样的 最简单的例子 最近我也得 因为得新冠 是吧 我就发现我最近的味觉和嗅觉 就是下降得很厉害 是吧 就是同样的辣 同样的一些酸 同样的什么咸的味道 我的感受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说这个味道本身 它肯定没有变 它有扣关限定性能 是吧 而且甚至以前喜欢的味道 说不定今天也感到厌恶了 所以我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前后意志地使用什么酸甜苦辣这样的词汇 对吧 所以你要说就是一定酸甜苦辣这个词 就是一定指向我内心的酸甜苦辣的感受 不可能 因为我在任何时刻的对酸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可能进行一致性的定义呢 这是第一个 定义上不可能一致 第二 对语言的使用我们还应该有判断上的一致性 也就是在使用方法上的一致性 我们承认前面说了 以词的含义一部分是由定义所确定 但是很大一部分也是由人们对词汇的使用方式的一致性所决定的 可是即使人们对红色意词有一致的定义 我们现在就承认可以一致的定义 红色就指向某种东西 但是在具体的使用当中 有些人用这个词指的是红的颜色 有的人用它指的是红色的某种东西 具体什么东西还千差万别 甚至还有用红色的隐意层面指某种时代精神 比如说我们一天唱红歌 但是我们能够说唱红歌的前提是因为 我们知道红色是一种像血一样的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扎定它的定义的基础是一致的 但实际上大家对什么是红的 实际使用的理解仍然是不一致的 这样看来红色也不可能起到真正的交流作用 就是鸡通鸭脚 那私人语言的词汇更是如此 对吧 就说即使某个人他对于表示自己感觉的符号 能够给予明确的定义 他也不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前后一致的使用这个词汇 其他人更不能与他一致的使用他的符号 去表示某种私有的感觉 就像我们上节课讲 规则和遵循规则一样 我们前面上节课也说过 遵循规则也不可能是私人的 因为它是一种实践 这意思是什么呢 你一个人个人认为我遵循了规则 并不是遵循规则 那仅仅是你个人认为 就是你还是停留在一个私人语言的层面 不是说你说遵循 遵循不遵循要根据社会实践 是吧 根据外在的一种游戏的一个标准 对不对 否则的话你真是没完没了 这个解释和真论就没完没了了 规则的意义就在使用 就是我们已经重复多次了 是吧 好 当然现在我来了 或者有人就要开始反驳为他跟上 就是说 那有人就会说 那我确实可能某个人 他自己就设计了一个符号系统 并且我也制定了符号系统的 前后一致的使用规则 我用这个符号系统也能够 在应用当中 很一致地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描述自己的内心过程 并且也能够调节自己的行为 难道这不就能够证明 私人语言是可能的吗 但是其实呢 当他这样界定的时候 这种私人语言 其实不是私人语言 它是什么 个人独白 对吧 因为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 维德根斯坦 他就通过区分 个人独白 与私人语言 做出了说明 就是我们前面刚引用的 那一节当中 第一自然断 他所描述的 就不是私人语言 而是个人的自言自语 这种个人独白的 其实表面是独白 但是他在独白当中 他仍然是遵循规则的 语言行为 就如果这个人 他说的 尽管他是难难自语 但是呢 他说的仍然是 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 那么他肯定就会 按照语言的使用规则 去使用语言 那如果有人碰巧 听到他一个人的唠叨 也会理解他的语言 所以他是独白的 他没说给任何人听 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 以此他不是私人语言 但是你说 如果一个人像一个孩子一样 他也嘟嘟嘟嘟嘟嘟 不知念到啥 表面他没有遵循 我们日常的使用规则 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 他的语言可能就是私人语言 因为我们 他的语言不可翻译 不可通约 他完全没有任何使用规则 对吧 他就在说自己的感受 当然 怎么说 也麻烦 对吧 就实际上他是说不出来 他不 包括孩子的这种 喃喃自语 他可能也在 说自己感受 我记住 但他孩子 也不可能描述 个人的感受 他只是表达 个人的感受 这待会儿我们要说的 因此严格来说 维德庚斯坦 这种私人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 只要我们能够 夸夸夸说的东西 一定都具有某种公共性 是吧 一定都是表达 不过你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的 是吧 好 所以说 在维德庚斯坦看来呢 记住哈 语言并不是描述心理过程 而是表达心理过程 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最关键的 就是要把描述跟表达 要区分清楚 什么意思 比如说 一个人在疼痛的时候 他说我痛 我们如果认为我痛 就是描述我痛的话 这种语言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可能有一种 我痛这种语言 去真正的把我痛这种感觉 确实的描述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但是呢 我可以在使用当中说我痛 但是我痛其实是我内在的痛的表达 而不是表示 为什么 比如说 就是说我内在的痛 这是一种感觉 但是我的这种痛的感觉 有多种表达方式 比如说我可以用哭去表达 我可以用摔东西去表达 是吧 我可以用在地上滚去表达 我也可以说我痛 去表达 这个词去表达 因此呢 就像人在疼痛时 击哭一样 痛的语言的表达 就代替了哭的这种表达 但是我痛这个语言 并没有真正去描述我痛 任何语言都不可能 真正的描述内在的感觉 所以语言的表达 并不是直接与内在的过程相关的 而是指向外在的行为表现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 别人说我痛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的语言表达和他哭泣啊 他的皱眉头啊 他的痛苦的样子啊 是有相关性的 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语言 但是他的痛到底真正是怎么回事 用他痛这个词 你是没办法去把握的 我相信现在大家会明白 维特根斯坦说的什么意思了 所以维特根斯坦他不仅强调 语言的规则性 而且强调有规则的语言 与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 如果没有这种联系 我们就不能说这种符号系统是语言 那可能你是一个胡说八道 就像人家梦中一样 突然说个梦话 大家都听不懂 是吧 他这种语言也没办法 与你的一种行为和规则联系起来 我们就没办法听到你的谈话以后 去议策你的行为 是吧 所以说 这就没办法表达 但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 就一定是别人 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当初我痛的时候 别人当然能够理解 我要表达什么东西 但是别人不可理解的是 我真正的痛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 是吧 好 所以维德庚斯拿紧 要我们把这个个人独白和私人语言 细分开来 个人独白 它是可理解的 可交流的 我有时候一个人也难难自语 我在一个人在房间跺下 跺步 然后呢 想象一个哲学问题的时候 我会手指捕之 足指倒是 别人看到可能说 你说神经病 是吧 然后嘴里难难自语 但如果他真的把我这种状态记下来 把我要说的东西记下来 说不定 他是能够理解的 我表达了我的某种思考的过程 但是我对我这思考的一种感受是怎么回事 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个人独白 它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个人独白有时候 实际上往往不被理解 但我们说的是什么 它可以理解 它实际上不一定能够理解 一个小孩在那里难难自语 我们实际上不理解它 但它是一个独白 但是呢 这个小孩的难难自语 从理论上来说 从颜色上来说 它是可以理解的 它之所以不可以理解 是什么 因为它不一定公开 它也不需要跟人分享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真要去理解和交流它 个人独白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私人语言 以个人独白的差别 并不是公开的和没有公开的差别 虽然个人独白不是公开的 但它仍然属于公共语言 而不是私人语言 所以说个人独白的语言呢 实际上 它没有被共享 但它原则上是可以共享的 就像一个评论者说 语言存在的必要条件 仅仅在于它的可能的社会性 在于它的人际交流的可能性 而不是它的现实性 私人语言呢 与此相反 它就彻底的 没有交流和理解的可能性 反之 个人独白当中的语言规则 它是可以被遵循的 不仅被独白者自己遵循 而且可以被其他人遵循 而私人语言的规则 不仅其他人无法遵循 而且制定规则的人自己 都无法遵循 为什么 我刚才说 我就说我痛来描述我自己 我也不需要别人知道 但是当你说我痛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前后一致地遵循 你说我痛这个词的用法吗 我们前面说过 你此时此刻的痛和彼时彼地的痛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的我痛 真的能够如此 清楚地描述 描述出你的内在的感觉吗 你没办法遵守 但是另一方面像个人独白 比如说鲁宾逊 我们知道他在漂流到一个荒岛上 他的孤立的说话 他的说话做事都是孤立进行的 但他仍然属于个人独白 比如说他救下了一个夫妲 当他的助手 他给这个夫妲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 星期五 这是他独特的命名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理解 他的语言规则 因为这种规则 不仅可以被他和星期五所遵守 而且可以被其他的人所理解和遵循 当然有些人要开始继续追问 就是说个人独白 确实我们有时候就是无法理解的 比如说一个个人 他独特地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符号 写的标 维特根斯坦 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在战士他的很多的笔记 他是有一套编码系统 做这种笔记 但他这个编码系统很简单 他就是把这个字母表倒过来 然后错一位来表达以前的单词 那很显然尽管是他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 只要他的语言要遵循规则 那理论上来说这种语言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个人独白在什么意义上不可理解 并不是因为这个语言本身不可理解 而是因为他人的生活对我们不可理解 比如说我看见一个外国人在个人独白 可能我确实是不理解他 因为我对他的生活方式不理解 但是外国人这个独白跟他的私人语言不是一回事 所以维特克斯坦说 我们也说一些人对我们是透明的 然而对于这个观察者来说 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 完全可以是一个谜 人与人之间就可以成为一种谜 比如说当我们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陌生国度 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更有甚者即使掌握到该国家的语言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当地的人 我们找不到同他们一致的尺度 所以我们就不可理解他 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们对自己说了什么 我们可能也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这种理解一个人的独白 不仅仅在于掌握他的语言的使用规则 而且要在于理解他的生活 可是他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 这才是真正的理解的障碍 我也想到的 我们以前引用过的 维特庚赛所说的一个话 他说即使狮子会说人话 我们也无法理解他 这也就是人的一种不可交流性 但是这种不可交流并不是说是这种 语言本身有问题 而是说我们遵循的是不同的语言游戏规则 那我想在这里呢 为了说明个人独白 我们也可以套用这句话 我想说的是即使狮子会说人话 他也无法理解我们 我们刚才说维特庚赛说的什么 即使狮子会说人话 我们也无法理解他 同样即使狮子会说人话 他也无法理解我们 就像一个人他懂得到外国语言 他到一个陌生国度 但他可能仍然不理解外国人的独白 为什么 因为狮子对于人类的生活方式 从根本上是陌生的 比如说人类讲一个笑话 这头狮子能够理解字面意思 可是他会很差异 觉得有啥好笑的 就像我们今天 是吧 我以前讲精品围 我就看精品围里面的很多的笑话 精品围里面有特别多的这些黄蛋子 是吧 还不仅说那种性描写 就是那些茶余饭后 开着各种黄色的玩笑 但好多的玩笑 小说里面描述这帮人 笑得前仰后合 嘻嘻哈哈 我怎么就觉得不好笑呢 为什么 是吧 我并不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就这么简单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特点 普通言可以用来说出私人感觉 就是说 现在我们回忆过程上 我们开始想想 有没有私有感觉 有 但私有感觉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实体 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抓住它 它可能是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紧接着追问就是 你前面已经说了 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 语言都是公共的 可理解和交流的 但是呢 我们毕竟经常还是会用一些语言性 描述我们的私有感觉的 我们还是有一种 用语言性描述我们的感觉的一种欲望和冲动啊 而且事实上我们就是经常 无时无刻不再说出自己的感觉啊 是吧 那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我们的语言 表示内心过程的词汇 只是一种表达 但它不能真正的指称我们的内心过程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我们的普通语言 到底跟我们的内心过程 或者内心感觉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在什么意义上 它描述了内心感觉 那么对这个问题呢 就是普通语言是否可以用来说出私人感觉 维特根斯坦的文本表面上似乎有某种张力 但是维特根斯坦的答案是很清晰的 我们看这种张力是什么 一方面他说 始终用下面的方式排除私人东西的观念 你认为没有私人的东西 我们要假定它不断变化 而且由于你的记忆不断欺骗你 使你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 那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似乎是说 我们应当摆脱那种 把内在的心理过程和感觉经验 看作是私人的东西 某种内在的实体 毕竟它们是流变的 像意识流变得不拘 这是这段话的妄文生意的理解 可是维特根斯坦并不否定 我们在感觉到疼痛的时候 我们在看见某种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内心 就是有某种过程正在发生 这一点毫无疑问 所以维特根斯坦又说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 确实存在着一些 具有理解特征的过程 包括心理过程 你看他又认为心理内在过程 是可以理解的 他甚至反问说 你为什么要否认心理过程的存在呢 否认心理过程就意味着否认记忆 否认有人曾经记住过任何东西 现在我们要问 那么这里面 他说发生的一种内在心理过程 是否具有私人意义意识的 或者说这里所发生的东西 是不是在所有人那里都是一样的 对这一点 维特根斯坦没有回答 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不是一个学习问题 那么实际上我们前面说过 维特根斯坦他是否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样本的 就是某种感觉的一种标准模本 他实际上就是觉得 我们不能够像拥有某种东西一样 拥有自己的经验 比如说我可以说我拥有这个杯子 但是我不能说我拥有我的某种痛的经验 好像不能这么说 因为你这个痛的经验并不是一个东西 我这已经反复否认过了 是吧 但是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也不否认 确实每个人的心理过程就是有差异的 虽然经验不能被私有 但是经验却具有个人的特点 我确实就感受到了我的这个痛 只不过这个痛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可以用语言 直接的描述和把握的东西 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 说明其他人的感觉印象和我一样 但是我们也没有充分的证据 说明他们之间有根本的不同 所以有点类似于他吃一种 不可知论的观点 就像自然界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但我们也可以推论 我们也可以这样推论 人的感觉印象更不可能完全相同 是吧 问题仅仅在于 承认感觉印象的私人特性是一回事 把他们看作个人拥有的实体 又是一回事 对吧 所以感觉经验无法像拥有外在实体那样 去拥有自己的样本 并且虽然有某种内在的心理过程的存在 但我们的感觉词汇是没办法指称这种心理过程的 为什么我们前面说过 内在心理过程并不是迪卡尔意义上的精神实体 所以我们不能像一种图画表现 对象一样 去表达 比如说像回忆 像思考这些词的正确的用法 凡是这种图画说 这种指向说 阻碍了我们对内在经验的 以及描述经验的这些词的用法的把握 对吧 可是确实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似乎是可以用某种语言来写下 或者说出自己的内在经验的 比如说我们会说出自己的感觉 说出自己的情绪 那说出这样的语言 的普通语言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什么意义上 能够用普通语言性 说出我们的私人感受 其实这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注意一点区别就是了 那就是用普通语言 说出我们的感觉经验 跟前面所说的私人语言 不是一回事 因为我们曾经说过 私人语言是直接指称 感觉经验的语言 也就是说按照植物定义的方式 去直接描述 或者认为能够确实的描述 内心感受的语言 这叫私人语言 这种语言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用普通语言 说出自己的感受 并不是在描述私人的感受 还是前面说的 描述跟说出或者表达 不是一回事 是吧 描述其实是对别的感受性的一种行为的一种替代 比如说前面说的当我痛的时候 我会呲牙裂嘴 我会嗷嗷大叫 但是今天当我痛的时候 我变得文明底下了 我不嗷嗷大叫 我只是给医生说我痛 所以我痛就代替了别的自然表情 成为了我的痛苦的心理状态的表现 但是并不是痛苦的心理状态的如实的描述 不可能 所以日常语言当中的字词与感觉的外在表现相联系 但它并不与内在的心理过程相联系 因此它并不描述心理过程 日常语言可以表现私人感觉 但不能描述私人感觉 描述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一一对应 我的名称就是指向 我痛就是一定会实实在在的指向 我的痛的这么一种心理感觉 日常语言当中 我们因此就有很多的混淆 比如说我们会说 我就是在描述我的痛的感觉 医生问我痛吗 我当然是痛啊 而且确实我的描述是正确的 但是其实你把描述这个词误用了 因为我描述我的心态 与描述 与我描述我的房屋 这两种语言游戏 有本质差别 我们是把我描述我的房屋 这样的一种语言游戏 给它误用到我描述我的心灵 但是其实我的心灵 从来就没有描述过 我只不过是在表达 所以这是一种语言的误用 可以吗 他说私人语言 其实呢 私人语言可以说出 不是 普通语言可以说出私人经验 但是普通语言不能够按照 这个名称和对象的这种模式 去指称私人语言 如果是在名称和对象相关联的模式下 那么你的私人经验 在日常语言当中就毫不作用 记住 这是他的意思 在这里面呢 维特根斯塔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大家有兴趣可以对这个思想实验 真的是反复的这个咀嚼吧 特别的有意思 叫做甲虫 盒子里面的甲虫 他说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装有某种东西的盒子 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甲虫 这是一种什么表达 但是谁也不能窥视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盒子 而且呢 每个人都说他只是通过看到他的甲虫 他盒子里面的甲虫 才知道甲虫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实际上 每个人的盒子里面完全装的是不同的东西 甚至我们还可以设想 他装的是不断变化的东西 但是我们假定 这个甲虫这个词 在这些人的语言当中有一种用法 如果有的话 很显然 甲虫就不会是指物定义指向某种实在的东西 因为盒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这样的一种 他们相互交流甲虫的语言游戏当中没有位置 因为盒子甚至可能是空的 是吧 不管它什么都不重要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甲虫来交流 比如说 好 我们现在每个人一个盒子 其实但每个人盒子里面的东西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词都知道 盒子里面就是甲虫 就是描述我的盒子里面的东西 那我们当然可以继续交流甲虫这个词 可是其实每个人的盒子里面的甲虫 或者有没有甲虫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当然不可能用名称和对象的一种指称模式 去表达甲虫本身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个盒子相当于是一个心灵 甲虫相当于心灵里面的某种状态 现在明白了 所以尽管表面上你看 甲虫的用法是一致的 但每个人的心灵盒子当中的甲虫 是怎么样的 和什么样的状态 甚至有没有甲虫 都只有自己能够看到 能够感受到 其他的人 永远只是推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甲虫这个词根本就不可能用来指称 每个人的盒子里面的东西 不可指称 或者说具体内在是什么东西 它与我们的日常语言的用法没有关系 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的感觉经验在日常语言当中不发生作用 有 我们前面说过 普通语言它可以说出感觉经验 实际上这种说出就是什么 用一些字词去替代这种感觉经验的别的表现 比如说我用痛这个词去替代了 我的痛哭流气的那种痛的表现 这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也是文明的一种交流形式 但是说痛本身是怎么回事 真的用痛能够表达 就能表达痛是怎么回事吗 不可能 但是有些人对此还是心有不甘 比如说著名的哲学家辛迪加夫妇就认为 他们认为就假如其他人看见我盒子当中的甲虫 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我盒子甲虫和盒子之外的公共的甲虫相对比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既讨论自己的甲虫又讨论你的甲虫呢 毕竟我们是有一个公共甲虫可以对比的吧 我就可以判断了 判断我的甲虫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吧 当然 盒子面的甲虫可能会有外在的公共的甲虫中对比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内比本身就有问题 毕竟内在的心理过程呢 它和甲虫不一样 它就没办法找到一个外在的公共的心理过程加以对比 个人可以痛 但是没有个人之外的公共的痛 这也就是维特克斯坦反复强调的 我们生活当中就没有一个痛的范本 什么样的痛才是真正的痛 那你已经没办法根据这个范本 或者根据这个理念标准去确立每种痛 是吧 好像每种痛就是分享了你的范本 就不拉图意义上的 不可能 所以在维特克斯坦看来 痛的概念只不过是代替了痛的其他的外在表现 我们能够根据其他人的痛的表现说其他人有痛 同样我们的教育和训练 让我们学会到用痛的概念 或者说词代替了痛的自然表现 这你们不存在内在外在的一种比较 对吧 而痛的感觉就通过痛的这种表现或者表达 在我们的公共的语言游戏当中发生了作用 对吧 有些人很淡定的说一声我痛 是吧 他表现多种重要但并不影响 痛这个词在我们的公共语言当中的作用 同样回到前面举的树的例子 世界上的树是多种重要的 没有完全两棵树是 两棵树完全相同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我们的语言游戏当中 我们可以就树这个问题进行交流 公共语言也可以表达 这就是表达而不是描述私人的感觉 这就是私人感觉在我们的语言游戏当中 发挥作用的方式 只不过它不是作为实体起作用 它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起作用的 是吧 最后我们就来看他人经验与撒谎的问题 我们现在注意到 当我们把这个痛的自我经验 表达理解为痛的外在的一种行为 这个行为多种重要 这时候很显然撒谎就变得有可能的 因为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我在说痛的时候 我并不真正的痛 或者我内心很痛 但我又说不痛 显然这时候我就是在撒谎 我们说就是什么 也就是内外不一致 原心不一 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一种 它的意义是来自于自然反应的语言 比如说痛 就指向我们的某种自然反应 我们为什么能用这样的一种语言去撒谎 这肯定是不同形状的事情 这就涉及到撒谎的逻辑条件 也涉及到他人的经验的问题 怎么讲 就是我们这节课一开始讲过笛卡尔 笛卡尔也在这里也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就是他心 我能够明白我的感觉 但是他人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 他人的心是怎么想的 这个问题在笛卡尔这里面成为老问题 那么在洛克斯的经验论当中 他们的回答过意的简单 他们就认为我能够理解他人的经验 是因为通过把自我经验 投射到他人那里才知道的 但维德根上说 你这个解释基本上就等于没解释 行不通 就是说我有什么样的自我经验 并不是在成熟一个 可以用来投射到他人身上的一个事实 你设想他人的痛 并不是把自己的痛投射到他人身上 因为这种投射是很难的事情 我必须按照我的的确感到的痛 来想象我没有感到的痛 这样一表达你就知道有多难了 因为你不可能想象 别人的痛怎么回事 你没有感觉到 你最能够想象的 就是你能够感觉到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简单的 在想象当中 把一个地方的痛 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像把手上的痛 转移到臂膀上一样 都是我们身体内发生的 所以当我说 我感觉到他人的痛的时候 我有同情心 我感同身受的时候 其实你真正的意思 并不是说你真的感觉到他人痛 而是你相信他人和你一样是痛的 因此我们看到这种看似 是对内心精神过程的承受 其实不过是把一种表达 换成了另外一种表达 还是语言游戏的使用 同样我们可以以此内推 我们不是感激到另外一个人的恐惧 而是我们相信这个人在恐惧 我们通过他的外在的表现 紧张啊 发抖啊 说话语无能词啊 等等 我们可以感觉他在恐惧 但是呢 紧张发抖一无能词 不都是他的恐惧的表达吗 但是我们当然是可以根据一些周边情况 去确定他人的经验 是不是在撒谎的 我们虽然发明了痛这个词 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把这个痛这个词 无原则的去使用 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使用 比如说我们不会说石头痛 也不会说机器痛 但你在文学里面 异语的时候你可以说 但实际生活的你不会说 但是你会说苍蝇痛 尤其当你看到一只切到翅膀的苍蝇 在我们的面前挣扎的时候 可是苍蝇的痛跟我们的痛 真的有回事吗 是不是 这就有点麻烦了 但是说明 我们对痛的一种表达 是需要一些周边情况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感同身受他人的痛 是因为 我们有一种什么呢 周边情况或者就是一种生活形式 对吧 或者有一种确定性的一种东西 比如说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 就把语言的这种用用法给它交织起来 才能做出综合的一种判断 比如说当一个人说我痛的时候 他不一定还有别的痛的征兆 比如他流血的伤口 他变形的肢体等等 我们才能为这种感觉经验的表达 提供说他正确或者错误的预定 否则你没办法判断 他是说的真的还是假的 也就是说只有在这种用法的交织当中 我们才能说某个表达是真的 某个表达是假的 从而可以说某个表达传达了知识 当一个胃口很好的人声称自己胃痛 我们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胃痛 因为他声称自己胃痛的时候 他还大吃大喝 这个表达可能就是假的 而这个大吃大喝的神态极致 就是关于他的胃痛的表达的周边情况 游戏规则是一个 尽管他没有共同的特点 他有家族相似 但是就由语言游戏来说 它是一个系统 它是个网状结构 是吧 它中间是有联络的 你不能够差距太大 没办法嵌入这个游戏当中 所以通德表达是通德行为的呈现 这种行为是否与周边情况协调一致 就是我们判断是否他针痛的基础 但另外一点当然了 我们经常说自我经验的表达可以撒谎 恰好又意味着自我经验本身是不可撒谎的 我们能够撒谎的 能够说谎的是在语词的层面 是在撒谎的游戏的层面 就是说你这个撒谎的游戏 已经预设了 有一些没办法撒谎的一种前提 比如说你的真正的痛 痛就是痛 这是你的感受 你的感受是很清楚的 是吧 可是呢 这一面又有问题了 就是 当你说你痛的经验是个体的感受 所以它是确定的 的时候 你再讲一个确定性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 一个语言游戏要玩下去 你不可能没有一个确定性的基础 你不可能持一种对什么都怀疑论的立场 是吧 当我在撒谎的时候 肯定前提是 我肯定是感受过某些真切的痛 你如果连这一点都要怀疑 你这个撒谎的游戏都不可能玩下去 但是正面就完了 就是说 我能够确定我痛的一种体验 难道真的是纯粹的个体的体验吗 这个我们下回要分解 下回要讲 就是说 痛这个感觉绝对不是纯粹个体化的 它也仍然具有公共性 人的确定性问题是有一个公共性的 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内容了 那么最后它作为一种扩展 我想给大家分享两个 涉及到心灵状态与外在表现的思想实验 这是一个扩展 就是说我们前面说过了 人的心理 它有某种心理状态 我的特定行为 包括语言的行为 只是这种心理状态的一种表达 但是并不是真正心理状态 所以就会出现所谓的 就是我们说的词与误的分裂 虽然你有特定的行为状态 但是有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你虽然有特定行为倾向 但你并不处于相应的心理状态 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 虽然你处在某种心灵状态 但是你并不表现为特定的行为状态 所以这就增加了这种什么呢 就是人的一种 人心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种复杂性 比如说我们举第一个思想实验 就是虽然你有特定的行为倾向 但你并不处在相应的心理状态 有一个思想实验叫完美的伪装者 比如有一些人 因为他的神经性的障碍 他生下来就感觉不到疼痛 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 因为你无法感觉到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比如说一个麻风病人 他撞到了石头 他的脚趾已经受伤了 可是他感觉不到脚趾头的疼 哪怕这个脚趾头最后就化伤 化浓了 然后脚趾头都溃烂了 他还是感觉不到 因为没有痛作为一个警告和提醒 麻风病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们现在设想有一个人 他也感觉不到他的疼痛 但是他是行为学习方便的天才 他学会到在适当情形下 表现出适当的感觉 来表达自己的疼痛的行为 比如说如果有人踢了他的腿 尽管他实际上根本就不疼 但他也会像正常人感到疼痛那样 抓着自己被踢到腿 一边单脚跳着一边喊 哀哟 他是一个如此优秀的演员 以至于他的行为 以那些能够真正感觉到疼痛的人的行为 别无二者 所以这个反例就表明了 拥有正确的行为倾向 并不是处于某种心灵状态的充分条件 这是第一个思想实验 这些我都不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个思想实验是什么 我确实拥有某种心灵状态 可是我并不表现为特定的行为状态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叫超级斯巴达人 我们设想有一个人 既有像古代斯巴达人那样的超凡的意志 他可以成功地压制所有的痛苦 造成的非自主性的行为 比如说正在经历强烈的痛苦时 像关羽一样什么一样 他从来不会抽搐 尖叫 畏缩 哭泣 咬紧牙关 握紧拳头 浑身冒汗等等 都没有 他甚至能够谈笑风生 可是他实际上内心 与我们一样能够感觉到痛苦 并且对痛苦是非常厌恶的 所以别人 只能看到他似乎正常的行为 但是有一种人就认为 比如逻辑行为主义就认为 哎呀 他的行为都正常 所以他内心就没有痛苦 显然这是荒唐的 是吧 任何人感觉到痛苦 就是处在痛苦的心状态当中 不管他是否表现出来 就像有一部电影叫《星际迷航》 当中描述在一场惨烈的血战之后 瓦肯星人断定 只有学会控制他们的情感 他们这个种族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从大师起 所有的瓦肯星人一出生 就接受连搁的训练 以学会隐藏他们的真实感受 他们仍然是有感觉的 只不过他从来不表现出来 因此他拥有特定的行为倾向 对于特定的心灵状态来说 也不是必要的 但这两个思想实验 其实主要在哲学史上 主要是讲人格同一性的 就是讲一个人的人格 是不是他的心灵状态 心灵状态能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人格 他这些反例说明 可能心灵状态并不是 一个人具有一种人格的充分必要条件 是这个意思 但我用在这里 供大家扩展 是吧 而且对于我们刚才提到 比如说能够极大地压制 自己的痛苦行为的人 其实他的压制这种痛苦行为本身 也是一种心灵状态 是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行为之前其实总是有心灵状态的 并不是 哪怕表现得谈笑风声 你的谈笑风声也是你的心灵状态的应用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 这种心灵状态 内在的就可以不断地交代 就是在心灵状态 真正地表现为行为之前 我们已经有多种心灵状态 已经发生了复杂的一种博弈和斗争 所以说这种 为什么轴学现在比较转向这种心灵的一种研究 心灵轴学 这里面又有很多新的话题了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到 人的心灵状态和行为状态的一种复杂关系 这种复杂性也是人性本身的独特内涵 也就是说我们甚至可以说 我们刚才提到两个例子是出于压抑或者伪装 但是即使不是压抑或者伪装 其实人的心灵状态和行为倾向之间 也通常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 最近不是很多人去世了 比如说你得知某人去世的消息后 有两个人都流下眼泪 但实际上 其中一个人流泪是因为他的确很伤感 可是另外一个人流泪 仅止是因为他跟死者生前有过节 所以他甚至是喜极而泣 但你分辨不出来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当一个人去世 他的亲朋都很哀伤 但他们的表现又是各个不同的 比如说有些人是嚎啕大哭 有些人是低声唾气 有些人反而越悲伤越流不出一滴眼泪 而有的人立马就昏恼过去 我举例子 你看就是心理状态 人的行为表现之间 说那么我们再回到维特根斯坦 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一个行为主义者 我们知道行为主义者是包括巴普多夫等人 华生等人 他就是行为主义者 就认为了心理状态这个东西就压根不存在 对吧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一种行为刺激反应 比如说我用这个锤子打捞一下你的什么东西 或者我看到你站在讲台上出汗 我就能假定你有某种心理状态 但是实际上心理状态是什么东西 它并不是能够脱离外在行为的一种内在的东西 它这种行为主义的否定比维特根斯坦更彻底 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行为主义者 因为他从来没有否定内在的心理过程的存在 他只是否定人们对于语言游戏的传统看法 比如说把痛这个语词 或者痛这个感受看着一种某种内在的实体 然后我们通过痛这个语言 去描述了痛得感受的一种图画 或者指向了这个痛的体验本身 没有这个东西可指向 所以维特根斯坦是把语言游戏 看作是外在行为的一种关联 好像他承认的仅仅是外在行为 但是我反复强调 维特根斯坦从来不否认内在过程的存在 他并不认为像行为主义那样 认为内在过程是虚构的 他只是说内在过程在语法层面是虚构的 我痛得感受当然是切身的 但是一旦我要用语言性描述痛得感受 就不存在有这样的语言 这种语言就是私人语言 其实不是语言 内在过程 它可能是存在的 尽管它不是实体 但是这个存在的过程 并不能用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 所以说 这个内在的过程 它在我们的语言游戏当中 发挥作用的方式 并不是作为实体而发挥作用的 它是作为我们前面所说的 作为一种表达式的东西 来发挥作用的 我们围绕这个痛 我们有很多的表达 我们可以建立一种什么呢 环环相扣的一种语言游戏 这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例子 加深了 实际上不行加深 我们对 就是我们有些不理解的东西 我们就不说 同样也是一种智慧 表示沉默 表示沉默本身也是一种表示 但是呢 由此我们加深的是什么 对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理解 我们的生活世界 恰好是把那些 我们这个 很玄学的东西 很神秘的东西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给它悬置在一边 我们认认真真的 老老实实的 投入到这种生活世界当中 去展开我们的语言游戏 在语言游戏当中 去展开我们自己 绽放我们自己 我觉得可能这才是维德根斯坦 想要说的意思 也由此他才能够说 我度过了维和游戏 好 谢谢 今天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